寻找雪白国度的精灵,冰岛 冰岛是一个生性精灵存在的国度 自驾走访冰岛的路上 冰雪复活着浓厚的神秘氛围 开在只有蓝天与白雪一望无际的公路上 藏在沿途风景里的 不知道是不是错过了小精灵的身影 从冰岛首都雷克亚维克 沿着一号环岛公路出发 一路向南 来到了这趟旅行的第一个目的地 塞里亚兰瀑布 塞里亚兰瀑布又称作水田洞瀑布 沿着瀑布旁的步道一路往上走 可以近距离感受瀑布60米高的震撼 黑沙滩是由火山岩浆冷却后的岩石 经过风化所形成的黑色沙里滩 独自矗立在海面上的玄武岩柱 伴着浪花及白雪 形成微妙的神秘氛围 不由得想象 这是精灵会出没的神秘居所 跨越整片黑沙滩后 就来到维克教堂海滩 从这里向黑沙滩看过去 原来壮硕的玄武岩 变得渺小温柔 趁在海面上的太阳 为黑白国度带来了一点温暖 440公里的旅程来到了终点 最终还是没发现小精灵的身影 或许精灵信仰是冰岛尊重大自然的一种崇高精神 而我们旅程所见的治安奇景 已是最美丽的视觉精灵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